我们为什么叫基督教 就是所有一切用基督为中心 不是牧师的讲道 不是哪一个牧师教你 不是谁讲了什么 是圣经讲什么 我们必须回到圣经里面 去思考我们的信仰 我觉得现在的教会的问题是 我们都不爱读圣经 所以就会盲目崇拜 说这个牧师讲得很好 那这个牧师的教导就绝对是对的 不一定 包括说牧师的讲道 你要回去check 到底有没有符合圣经 请我们谦卑地看待那些 被过于的部分 不要自我膨胀 有很多人的说法只是很表面的 我服侍这么久 我发现一件事情 注意听 那些说你好话的人 不一定是真的爱你的 那些说你坏话的人 不一定是讨厌你的 我最后发现一个事情是这样 不要过度膨胀 说你看我很好 你应该每一天用神的话告诉你 你的价值 你的美好 还有上帝要怎么使用你